歡迎回到健康日記 倩倩的爺爺一次都吃很多種藥 可是他每次都不按照醫主吼 對啊 因為他是老人病的關係 然後吃很多藥 然後他有時候覺得說 他自己比較好一點 然後一天可能三餐 他就可能改成吃兩餐 甚至不吃 自己當醫生就對了 老人家他吃很多種藥 很可能是因為他有多重疾病 那他在看不同科的過程裡面 其實每一個科都會針對他的症狀 開藥給他吃 那其實他需要把他的整個 用藥的所有情況整合起來 但是可能個別的醫生 個別的診間 他沒有時間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現在其實有一些 所謂的這個 整合性的門診 那可以去透過這個整合性的門診 或者是有一些醫院 他的藥師會幫 幫這個病人 把所有的藥 把它整理 然後他可以從中間看得出來 哪一些藥是多餘的 哪一些藥可能可以減掉 他可以跟醫生在座建議 幫老人家做一個整理 所以等於有人幫我們用藥做一個把關 跟守門人這樣子的角色 剛剛有聽到主任有提到說 什麼中醫跟西醫交互作用會影響到腎嗎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主任就是說 我們的藥物在這樣交互作用的上面 會影響到肝腎嗎 其實我們的身體對於我們吃進去的藥 他都會把它處理 我們的肝臟腎臟就像一個工廠 所有吃進去的藥品都會經過肝臟腎臟 然後你才能夠把它排出體外 所以它其實是跟一般吃藥的概念是一樣的 當它效果加強的時候 它可能是濃度比較高 濃度比較高 我們的肝臟腎臟就會花比較多的力氣去處理它 那當然對它的傷害的機會就增加了 學會整理藥單 注意吃藥的順序 如果有問題一定要請教醫師跟藥師 希望大家都能夠藥到併出 我們今天很高興謝謝主任 謝謝茂伯以及現場的三位觀眾朋友 我們健康日記 下次見